人生就像一朵花 当你用爱心灌溉它 它就能更坚强、茁壮地成长 这一集的主人翁秋子芝 一直都很努力灌溉自己的人生 但是当它以为事业和家庭生活都安定下来时 它却被证实罹患了第三期乳癌 我的名字是Claire 我33岁的年龄 我结婚了一位男人叫Eric 我有两个儿子 Paul和Mark 我记得它是在焦灭 我的儿子疼疼 与着焦灭的问题 因为焦灭 也当时我开始感到疼痛在肩膀上的肩膀 事件发生是,他被病毒 而我拒绝了疼痛在肩膀上的肩膀 有五天在肩膀 当时我已经感到疼痛 我被认识了它作为痩疾病 而我们比较重点在马克里的治疗 我看到三个医疗 一位医疗医疗 我一个医疗医疗医疗 推荐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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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她拒绝了 肩膀会是痩疗 这三年以后 很年轻人 大家都很年轻 就像病人 当初我去看医疗医疗 我最初想要获得 我最初想要获得这个痩疗医疗 我还记得很年轻人 我现在到了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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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 你取出击重剤疾苹 我肯定有抗戈疾磯 它不就向燃力量医生 可是,我继续用在肺专业市 我肯定不会有抗戈疾磯 我倒不就像蒜蟹 味道 来帮助我 我后来完成了肺炎 乳腺癌是来自乳腺中末的恶性肿瘤 这是一种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 根据资料显示 患病率占全身各种恶性肿瘤的7%至10% 和遗传有着很大的关联 乳癌是大马女性的第一癌症杀手 国内每20位女性之中 就有1人有可能患上乳癌的几率 在全民比例的方面 每10万人当中就有约36人罹患乳癌 而华裔女性则在三大民族的比率 占了最高% 华裔女性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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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决定要相信我的医生肿瘤 当时我见到我的医生肿瘤 他们是很正确的 他们经常告诉我 你会有疾病 它会花了很多时间 但它非常治疗 你只需要完成你的治疗 然后你能够回到你的生活 心理性肿瘤 承受这疗疗 承受这疗疗 是很重要的 因为当你承受这疗疗 你开始找到更多的疗疗 当你承受这疗疗 你也有更多的心理 更多的心理 更多的心理 向病患者 这是一个事情 我们需要吃 而不是一个事情 我们等待到我们的时间来 由于我的医生肿瘤 他们可以治疗 我们去治疗 我们去治疗 为什么不我进入治疗 如果我会有病人 然后我会告诉我的身体 然后我会和我的身体 然后我会问我 然后我会问我 如果神是愿者 如果神可以 我会继续我的生命 到60年了 我会生命到我 我会生命到93年了 我会看到我的孩子 我会有孩子的自己 如果我会有幸运 我会看到我的孩子 我会看到我的孩子 我会有孩子 如果有一个目标 如果一个目标是可能 它不是一个目标 一目标是 不可能 当你达成, 出发会更加寒酱 你会以后加上传统的作品 的获得和好 在我运作的习惯 我会有很多时间 我开始记性的冠组 有些人告诉我 的迹象的习惯 她其实告诉我 为什么不开始习惯 你坐下 你写下的10件事 你愿意和愿意 指定是当你做的 你必须确定 每个词开始 我愿意和愿意 即使我决定我决定 我决定我决定 突然决定我决定 我决定我决定 是一件很帮助的事 让你记得清晰 然后重点在事业 我认为我和Claire 我认为爱 爱是一句话 那是一句话 我们在一起 我认为 如果有些人 有一个爱人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 我认为是重要 要记得自己 多么你爱人 与病魔抗战的邱子芝和身为两位孩子的母亲 盼望自己能够陪伴孩子走更长远的路 因此披荆斩机她也坚持走下去 而在最艰难的时刻 丈夫不离不弃 毫无保留奉献给她的爱 也是支撑她勇敢活下去的最强武器 从新开始关爱人间 携手让世界充满温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